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庙方准备的卡片上写下平安幸福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周末来到南投拜票 点了两盏光明灯 当然不只希望国泰民安 更希望自己的总统路一片光明 自己也知道中南部支持度还要再加强 柯文哲一方面路站争取基层支持 一方面空站充升量 16号周日居住正义凯道集会 被形容宛如他的主场 其实要求司法改革是民间很普遍的声音 柯文哲市长本来就是认识的朋友 所以我跟柯市长互动会非常的自然 柯侯郭都将出席 王建王场面怎么互动让外界好奇 更让各方关注的是 蓝白之间到底还有多少合作可能 白蓝盒一定归队啊 不归队就是绿的继续执政嘛 再度搬出辛辣用语 明显不想被困在蓝白盒议题上 毕竟如今民调声势比较高的是自己 柯文哲不让对手主导议题 只是随着声势高涨 柯文哲试验的频率也暴增 从骂人狗到太监说道歉 可无遮览风格再现 就怕反而是十分的开始 他民调一高他就觉得他是天下无敌 所以就觉得他所有的价值都是对的 就会发生所有的自己内心内化的价值 然后诚实说出来的一个状况 这些价值是台湾人民所不能所接受的 何时风格始终正反评在两极 随着选战于来于激烈 就看辛辣发言能否让选民买单 记者综合报道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全国要界挺赖后援会 至此时重申反对服务 赖清德也痛批九二共事 一中原则是跟不上国企脚步 游着弄弄台位的包子粽子 来自全国要界后援会的祝福 要把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送进总统府 抛口对准国民党的侯友宜就连晓英之友会荣誉总会长陈世忠也站出来相挺似 象征殷熙与赖清德没有隔阂 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 除了守护台湾的主权 促进民主和平繁荣以外 我们一起共同打造健康台湾 自己也是医师出身 赖清德除了要巩固要界选票 还不忘扩大支持向中华民国派招手 重启无貌 真的是台湾应该走的方向吗 不管是想要捍卫中华民国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保护台湾主权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 坚定地在民主的道路上团结继续往前线 七年前我们抱着改造国家的初衷 一步步踏出改革的步伐 争取最大认同 随着16号民进党全代会即将登场 包括总统蔡英文 前后任行政院长苏贞昌 陈建仁 党内大咖通通齐聚一堂 要与大团结气势迎接2024选战下半场 记得李靖宇 姚家鼎 SNG要组 台北传播报道